那有更多的新消息 来掌握我们的报道 那重点人物就是于天的女婿陈健 涉嫌为诈骗集团当车手头 在收钱时遭到警方逮捕收押 那么最新消息是于天儿子于祥全也受访了 坦言爸妈心情大受影响 而且说他们平常跟陈健很少往来 也澄清陈健并不是于天的特助 推测他身上的名片应该是自己跑去印的 那于祥全还爆料说 二姐于苑起在身后 其实留了不少钱给小孩 应该有破千万 但现在陈健处法 后续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当下心情 瞎 瞎透了 真的丢脸 真的很丢脸 可恥 不是说真的 他以前跟这个人相处在一起 有这种感受吗 就是会觉得他是一个车手吗 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宅男 就是 嗯 宅男嘛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跟他不熟啊 我讲证我跟他不熟 我自己下没有很多的相处 基本上都是小孩 都是因为小孩 才会一起出去 他是一个就是手头很 很比较宽裕的人 好像没有欸 他有一次 好像 不久前好像去coctel买个肉 小哥哥他们要回来吃烤肉 然后 然后他还跟我妈拿钱啊 我记得 对啊 拿烤肉的钱 烤肉 烤肉九千多块 然后他 然后我妈给他一万 他说刚好补油钱这样 二姐其实那时候留下了 蛮多的钱给小孩子 大概留下多少 我不清楚 可是应该有 应该不少钱 然后给小孩子 500吗 应该有破钱 一定有破钱 一定有破钱 就二姐留给小孩子的钱 然后只是 留给小孩 可是我们 因为毕竟是留给小孩 如果他好好照顾小孩 那就好了 可是现在如果有关系到这个 司法这个 这些问题的话 可能他那些钱 你本来是要用来养小孩的 那你后来 这个 到底要怎么办 我也不晓得 可是你们会 把他要回来吗 这个钱 就是 两千多万 起期 给老公 如果万一 你们会想办法把他要回来 应该不会吧 要怎么要 我想问一下说 因为他在 被警方逮捕的时候 口袋是有特助的名片 那这部分他是自己有去印还是 自己去印的吧 应该自己去印的吧 所以没有给他特助的身份 或者是名片吗 没有啊 好 余天的女婿设诈被捕 那余天说呢 他是赶紧打电话给学校 这才知道原来这两天家人都没有去上学 有意要把家人接回来照顾 但是找不到人赶紧请社服人员帮忙 那新北社会局稍早回应表示 已经请海山分局警员协助 顺利的联系上失联的家属 或知现在是由家属亲自照顾中 那新北社服中心社工也将安排至家中 来访试了解家人后续的照顾需求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余天女婿社长 这个落网的过程也蛮戏剧性的 原来呢他不只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而且还可能是一个中阶分子 因为呢他是担任所谓的车手头 也就是负责收取现金 那手下有多名的车手 都是被他给支配掌控 那据说呢在落网的时候 刚才新闻也提到了 他居然是直接秀出了余天特助名片 可能要来借此说 我是余天的特助耶 我怎么可能会犯法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警方当然没有现场彩性啦 还是把他逮捕了 那当下陈建的说法是 他只是投资虚拟货币没犯法 那的确我们掌握到的资料是 先前陈建其实也还没有走歪路 他是在家族的建筑公司工作 但据说呢收入不太稳定 所以在几个月之前 透过网络求职加入了诈骗集团 担任所谓收水的角色 每单金额200到300万 一天大概可以收取五单 每单抽取两趴的佣金 所以呢陈建可能估计不法所得 至少至少是有数十万元的 好那余天到底知不知情 因为很巧合的是啊 就在上个月余天才突然宣布 他要退出新北市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 那当时的理由是说想要多花时间 陪陪家人陪陪老婆 那现在大家怀疑啦 会不会是那个时候其实案件就已经爆出来 余天之情 所以赶快退出 好跟民进党做一些断尾切割呢 余天的回应是真的是先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不管外界怎么说 他说政治管不了了 现在只想当平凡人 女婿要被关多久就关多久吧 最好判久一点做诈骗 可恶 好那刚才提到的关于失联的家人 幸好是已经找到了 那另一个受到牵连的人物 因为有没有觉得整起事件满巧合的 国民党籍的立委徐巧新 因为也是家人设诈 好结果被民进党打得满头包 甚至还说你要以最高的道德标准 准应该要辞职下台吧 好结果现在有点看起来 是不是民进党被回力标给打中了 但我们听一下徐巧新 他怎么评论此事 他说不会用政治打击的态度看待 不需要跟民进党一样因为政治而恶心 去不合理的伤害于天或者是于天的家人 因为我们与民进党的格局是高下立判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凯山分局警方日前接获被害人报案 称悟信群组炸团话术投资股票 被骗了数百万元 埋伏干员当场逮捕车手 来上车 没有扣的东西等一下都会还你 一举逮捕将近十名诈骗集团成员 赫然发现这名身穿白色衬衫 担任车手头的37岁陈健 竟然是于天的二女婿于院级的老公 当场骑获200万元巨款 一洗钱组织犯罪条例积压 于天得知震怒切割 2019年于天二女儿于院琪 与小四岁的陈健盛大举行婚礼 连蔡英文都到场祝福 Garry比较紧张 我老公比较紧张 他已经紧张到讲不出话了 多年前对女婿喜爱之情 一语言表合乎背致 如今出示态度180度转弯 于天愤怒表示 该关多久关多久 更巧合的是 于天日前才宣布退出民进党 新北党部主委选举 随即就爆发女婿设诈风波 是否有风声走漏才退选 引发外界联想 空在掀起一波政治攻防 记者黄明君飞亚乔台北报道 好那么令委谢龙介 他其实认为整起事件 应该真的跟于天无关 因为呢 大家现在想问的是 民进党是不是要拿相同的标准 来检视许巧新的案件 针对于天的女婿被收押金件 我个人认为这个刑事案件 诈骗案件跟于天是并无牵扯 就像许巧新的亲戚涉案 那许巧新也一样 他已经自证清白 如果跟他有关系 他愿意辞掉立法委员的责任职务一样 那民进党铺天盖地 还在追杀许巧新 那今天发生在于天的亲戚身上 那你们有用同样的标准 来对待吗 来处理吗 你白白步要跟人家合 国人对于诈骗集团都深恶痛绝 但是不要用这种牵扯性的 风声泵鸭 然后只想要牵扯到 他的亲戚 也就是用政治立场 意识形态 来看待刑事案件 这对于消弭台湾的诈骗 并无帮助 所以民进党 问什么关系 你今天对许巧新所做的一切 那碰到一天这个事情 我们愿意冷静来理性看待 那你能够继续理性 冷静地来对待许巧新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